這種組合就知道拜登就是完蛋 為什麼現在中國在中東的關係 或者是分量會越來越重要 因為誰叫你美國弄了那麼多業益 中東這些複雜力量的關係 他是唯一沒有沾邊的 那唯一沒有陷入任何歷史恩怨 現在國際政治真的是越來越複雜 那很多事情的那個結盟的邏輯 還有它所牽動的新的能量 還有發展的方向都不是美國人控制的 你那個四方虛擬峰會 那是不可能是個聯盟啊 根本不可能 阿聯酋連F345都不要買 你可要華為怎麼可能 而且印度跟中東關係一直都非常差 因為巴基斯坦是回教 也是順尼派的大國 然後印度裡面有兩億的伊斯蘭啊 長期都是處於比較劣勢的地位 所以這個不可能的組合嘛 這種組合就知道拜登就是完蛋了 因為這根本就是不可能組起來的 印度事實上那個 印度人民黨的發言人那個女的啊 在今年4月 還發言五入先知 莫罕默德被57個回教國家痛斥 這個就是莫迪的黨啊 印度教 印度人民 印度教的那個 印度人民黨本來就是很偏印度教的 那實際上就是印度教的民族主義嘛 那跟回教關係是非常不好的啦 所以你怎麼可能把莫迪擺在這裡 這簡直匪夷所思啊 那中國其實是一個很特殊的 跟中東這些複雜力量的關係啦 他是唯一沒有沾邊的 那唯一沒有陷入任何歷史恩怨的 然後也不是帝國主義 所以你看他跟什葉派伊朗 那跟順尼派也可以交往 因為巴基斯坦就是順尼派啊 沙烏地阿拉伯也是啊 不過大部分都順尼派 是啊 事實上什葉派非常少 那可是什葉派很會打仗 因為他就是長期被壓迫嘛 所以他就有悲情主義 比較票漢一點 所以就是 不就是使命感很重 所以打起仗來就是不顧代價 那順尼派因為他人多嘛 那人多就是 沙烏地阿拉伯就是順尼派裡面 最不會打仗的 可是他有錢啊 對 他買了一大堆武器啦 可是他的戰力 一般大家都認為他一定會打輸伊朗 事實上順尼派裡面 最會打仗的國家應該是土耳其 可是土耳其距離中東還有點遠 那算是中亞國家啦 事實上以前是埃及了 那埃及現在也不管了 所以你去看嘛 就是這四個國家嘛 巴基斯坦 然後土耳其 埃及還有沙烏地阿拉伯 對 這順尼派四大國 對 那 所以我說中國他很特殊啦 就是他沒有 他就剛好兩邊他都可以來往 他沒有跟這些國家 我沒有打過你 我沒有入侵過你 我沒有跟你發生過戰爭 都沒有 對 這是他的優勢沒錯 都沒有 那因為以前在冷戰時期 俄羅斯介入敘利亞太深嘛 對 所以當然也得罪了一些人 那俄羅斯一開始也是支持伊朗的 所以伊朗跟俄羅斯關係也還好 對 還好 可是他就是完全偏一偏 那以色列 以色列 連猶太人是很聰明的嘛 所以以色列一直想要拉攏 跟中國的關係 因為他就知道 中國跟阿拉伯國家 有些國家他講得上話 那因為蘇聯已經完全表態戰鞭了嘛 他支持敘利亞 所以蘇聯是絕對不可能支持以色列的 蘇聯就是一面倒支持巴勒斯坦 支持敘利亞 那就只有中國都沒有戰鞭了 所以他跟以色列關係也非常好 他就很特殊啦 所以那為什麼會這樣 我覺得有一個原因很重要啦 就是他不干涉內政嘛 那第二個就是他逐漸以經貿優先嘛 那這個就是人見人愛啊 為什麼現在中國在中東的關係 或者是分量會越來越重要啦 因為誰叫離美國弄了那麼多頁眼油 所以美國目前進口最多 石油的國家是加拿大 對 那從中東大幅減少進口嘛 那中東這些國家怎麼活啊 你不買 事實上沙迪阿拉伯現在賣給美國的石油 可能只佔4%到6% 那中國是佔25% 差多了 是啊 而且美國那個4%到6% 事實上可以完全不買 他只是為了要有個聯繫 所以就多少買一點 事實上對美國是完全不划算啦 因為你要運那麼遠 對不對 然後加拿大跟美國自己就夠了 那麼近 對不對 所以 所以沙迪阿拉伯現在就開始恐慌了 他不知道他未來怎麼辦 那因為以前那個老國王 也沒有再做經濟轉型 所以這個沙拉曼我們說是個MBS 這個王廚啦 他是真的認真想要把經濟弄好 所以他就知道說要抓到 中國這個買家嘛 至少可以穩定收入嘛 然後來進行他的經濟的改造 那這個經濟的改造 坦白講能搬上最大的也是中國 還是 對 也是中國 對 因為他要的就是我們一般講的民生工業嘛 美國已經沒有這種東西了 對不對 所以誰能夠幫上最大忙 也是中國 還是中國 因為中國就是製造大國 然後也是石油的大買家嘛 就是這樣結合起來的 那因為有這樣的考慮嘛 包括未來發展這個 我們講的民生工業 對 那又是大量的石油買家 所以當然就會產生 中東的一些石油的需求 對 那會有石油金融產生嘛 阿聯酋就要扮演這個角色 他要變成中東的金融中心 那他合作的對象就是中國 又是中國 又是中國 所以他要成立一個 數位人民幣的交易中心 對 因為他已經想到了 想到未來很可能 我們沙地阿拉伯的石油 一定會有部分 被迫要用人民幣計價 對 不然我中國為什麼要買 我中國一定會提出一些條件嘛 那你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怎麼可能不用 至少部分要用人民幣嘛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美國 最忌諱就是這件事 就是石油美元被顛覆嘛 對 以前利比亞 伊拉克 都是因為大嘴巴說 我要改成歐元嘛 就立刻被推翻了 確實 對 那你總不能推翻沙地阿拉伯吧 怎麼可能 可是沙地阿拉伯沒有辦法 不然你買 美國沒辦法買那麼多嘛 所以中國當然 本來中國在今年就要實施了 今年是碰到疫情 不然本來習近平在五月下旬 要去訪沙地阿拉伯 高峰會 那那個時候盛傳 沙地阿拉伯就要直接跟 中國簽長約 那就是人民幣計價 對 所以這個疫情 坦白講是有點救到美國 不然今天已經發生了 那拜登也不用去了 那已經發生了就不用去了 那因為還沒發生嘛 所以趕快去一下 對去我估計他也會談這個議題 這個要記起來 所以你不要啦 你不要換成人民幣 可是我跟你講 形勢比人強 當然啦 你4%5%他20% 不然中國為什麼要買 對啊 中國沒有理由要買 我說現在國際政治 真的是越來越複雜啦 那很多事情 的那個結盟的邏輯 還有他所牽動的新的能量 還有發展的方向 都不是美國人控制的 像他建 以色列 沙地阿拉伯之後 那伊朗那邊會發生什麼事 他完全不能控制 對 而且伊朗能夠製造 事端的能力 是遠超過 很厲害的 遠超過 那個沙烏地阿拉伯啦 遠遠超過啦 所以過去美國是 都能夠算準他每走一步 各方反應什麼 但現在都算不準 雖然每走一步都像在賭一樣 沒有誰叫你要退出 伊朗核協議 這個就是 這個川普造成的啦 那 川普當然就是自以為是嘛 就是說你談得不好嘛 那要給歐巴馬難看嘛 事實上這個協議 以色列本來就反對了 那時候 那時候拉坦亞胡 還特別在歐巴馬要通過的時候 跑去美國國會演講 當場痛罵歐巴馬 你知道嗎 你就知道以色列多強悍 在美國國會罵美國總統 罵美國總統 罵美國總統 你就知道他多恨歐巴馬 那結果 那川普就當選了嘛 川普上來第一件事就把他廢了 對 對不對 那可是你廢了就很多後遺症 因為伊朗 伊朗不是你廢了就可以處理了啦 他就跟你禍了嘛 那你以為他沒有能力嗎 嗯 連北韓都可以做出核子彈 你認為伊朗會做不出來嗎 沒錯 這晚上啦睡不著覺啦 你很想要睡的時候身心放鬆啦 就會很需要這一瓶喔 茶胺酸來調節情緒 同時還可以增強您的抗壓能力 現在下定的話 記得打上我的這個 折扣碼CTI717 若於幫你來打折